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和标志 它承载着国家先列可歌可歌的故事 凝聚了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 每当国旗升起 就在国歌大家都仰望着象征民族云的旗次飘扬 肃然起敬 无论在国家节兴、学校、山川以至极地 有国旗飘扬的地方 就代表那里有中国人 而有幸充当升旗首的更是无上光荣 1950年香港有十几个人用自己的身体 进行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 他们是香港电影工作者学会的部分成员 为了表达对新中国的热爱 这班人在山上找了一片平地 用自己身体摆成一面五星旗 还有人民两个字 非常向往 他说只有用这样的自己身体 就是身体立行展红旗 来表达对新中国的这种无限的向往 就是这样的 但是因为激动 就是有的就在地下很应用性进行去 这个时候我父亲觉得非常难忘非常激动 1949年10月1日飘扬的五星红旗下 一个经历屈辱的民族 昂首站立起来 上世纪五十年代 北京市供电局职工胡其进 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 就是去天安门广场升国旗 因为天安门广场 旗干的电动升旗装置 由电力单位负责维护保障 有一段时间 升旗任务 由北京供电局的政治用电班负责 胡其进就是其中一员 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有多重要 胡其进心里很明白 有一天赶上大雪 胡其进推着自行车 在积雪好心的雪地里 跑了十里地准时升旗 当时天安门国旗飘扬 却闲有人知这位默默升旗的普通电工 2007年10月1日 78岁的胡其进逝世 利流之際 他记挂着的依然是升旗 时光流转 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 日益隆重 这位老兵叫陶维格 曾是天安门国旗班的一名战士 每日都首期 直近的日子是他最珍贵的记忆 1995年10月1日清晨 病重的他来到广场 向阔别已久的国旗敬礼 陶维格因为生病 他的脸盘显得很消瘦 但是他看到国旗升起的时候 他的神态是很干预的 整整两分零其妙 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栩栩升起的国旗 我从相机里看到他的眼中含着淚水 淚水中 开学了 十几个小孩和唯一的老师 升起了国旗 偏僻山乡 简陋的校舍 哪怕只有一个学生 仪式同样庄严 爱国的种子 就是这样波耍入孩子的森田 飘扬的红旗下 那一箱箱 仰望的眼睛 是如此顺朴 如此真诚 七十一年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 就有最温暖的陪伴 最坚强的守护 最有力的鼓舞 七十一年 一个个五星旗升起的时刻 连醉成家国的益旅 那陷人心非的画卷 五星旗是新中国的标志 有五星旗飘扬的地方 就有中国人 在国际大型运动赛事上 每当五星旗升起 运动员总是激动得热泪盈汉 为民族致强而骄傲 甚至远至外太空 航天员走出太空窗外 揮动国旗的那一刻 士多摩堪动人心 叫人鼓舞 当国歌响起 国旗飘扬 代表着新中国的崛起 代表着民族团结 为国家更加强盛 而努力奋斗 五星红旗飘扬 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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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 申计划 Elsie 李宗盛 唱 歌唱